水蒸汽迅速上升 外皮煎得恰恰恰 这是你我熟悉不过的煎饺 吃在波兰人嘴里是这个滋味 看着波兰人爱吃饺子 现在有台湾食品大厂 把东方饺子带到波兰来 甚至还快来波兰设立产线 而现在这套生产设备 也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只要我们投入面团跟馅料之后 它就可以自己去产生 每小时8千颗的饺子 从面团馅料到冷冻分装检验 一条龙处理 台湾食品大厂联手波兰生鲜厂 耗资破亿打造生产线 预计今年8月投产 初期一天生产60万颗饺子 两个月后100万颗 市场目标整个欧洲 我现在有一半的产品 从台湾是卖不到欧洲欧美的 因为欧美现在没办法卖 韩肉的产品 所以在第一话 第一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全线的产品 带过来 第二呢 毕竟从台湾卖出来 我们还是有一些光碎上的问题 台湾研发波兰制造 双边同时扩大市场版图 除了食品还有头皮保健台商 也在今年正式在华沙展店 看准波兰是往来西欧跟中东欧的必经之地 台商积极布局 以此当作跳板 前进广大欧洲市场 继续我和郑旭伟臣波兰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进行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